说完了加强人才培养 怎么再聊聊怎么样留住人才 眼下又到了迎接毕业生 实习找工作的季节了 其实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要说在新的城市里边工作 有一点非常关键 什么呢 那就是住在哪 这一点小东西甚有体会 当年我刚毕业的时候 手头并不是很宽裕 那我现在还记得 当年我租的那个出租屋 用老破小来形容他 那都是夸奖他了 现在再来济南发展的年轻人 可就不一样了 今天咱们的记者宇飞 就帮大家伙看了一个房子 说是又好又便宜 特别适合年轻人才租住 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济南市 腊山和西路的博然公馆 带大家看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它的面积是在40平左右 房间里有床 衣柜 书桌 沙发 还有厨具 还有浴霸 设施是一应俱全 装修的也是非常的温馨 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想问了 这里是不是网红公寓啊 那这里呢 其实是济南市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 博然公馆 是济南市发布的首批人才公寓之一 由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 委托济南城市建设集团 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 这个项目呢 是10层到28层呢 是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来使用的 每层呢 是23间房子 以这个30平方米和40平方米居多 提供的是24小时的管家服务 在二楼呢 我们看到啊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健身房 隔壁房间是一个瑜伽室 而在后面啊 还有会议室影音房 厨房 办公区域等等等等 这环境就是挺好的 它的价位也挺合适的 我刚刚看了一个市场租金 说是1200的 优惠完以后就是七八百左右 我心里承受价位也是能接受的 持安居卡的新就业高校毕业生 如果想在博然公馆租房的话 不仅没有中介费 还可以享受最高六折的优惠 除了博然公馆 济南市首批向社会公布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 共11个项目 5513件 包括公寓型 住宅型两类 11个项目中 已经有6个项目已完成装修 具备租赁签约入住条件 剩余5个项目正在实施装修 计划分别于2022年1月份 5月份交付使用 凡是已经取得济南市安居卡的 新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已经可以进行预约 看房租房了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需要大家下载一个 爱山东全城办APP 那同时呢 在这个APP当中 找到全城安居平台 即可预约 首次推出的这些房源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各个企业 经过精装修的一个人才公寓 它约束性的一些条款也比较多 所以在这里呢 我是想提醒 我们广大的新市民 在签约之前呢 一定要认真仔细地阅读合同 避免我们签约以后呢 出现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